今天小编要说的这个人 美貌与智慧基于一身 可是偏偏最后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他曾经是汕头的一名普通警员 他叫王菲 他在成为警花 当时几个辖区的警察没有不认识 他的同事们都说他相貌出众 雷厉风行 为他又掀了几分神秘色彩 平时单位上要是组织什么活动 他总是一把手调度排便 能歌善舞的他在上学的时候多才多艺 认识的人越来越多 交际圈越来越大 平淡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了更厉害 那就是这一次央视主持的春晚 王菲当时对选拔上场表演 与央视著名主持人通胎 这是更让他如鱼得水的 不过在这场风光的演出之后 他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会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在这次活动中 他认识了郑少东 这么优秀的他 立刻就将郑少东给吸引了 不久之后就将王菲调到了自己的手下工作 他再次进入了一个层次的圈子 人脉圈也进一步扩大 他的交际能力强 经常帮别人办事 危险一步步靠近王菲搭上的 不仅是他这一条线 还有一个大老虎叫陈少姬 他用自己的姿色 与这两个人的关系十分不一般 并且利用这二人的关系 帮自己办事 根据他的种种作为 没有逃过制裁 在他落马之后 牵扯出背后的两只楼 根据他们的罪行进行了不同程度 在惩罚最好的年纪中 却做了最不好的事 他的经历真是让人唏嘘 再次